歌可不可以老师 可以吗 拿一个床单过来 罗佩颖躺在地上想要唱歌 性感到连张飞都不知所措 后面的孔鏘老师还配合刘鼻血 在那个年代罗佩颖敢说敢玩 让大家印象深刻 那个音响啊 那个echo要开很大 开到最大为止 还要刺文呢 如果我一唱觉得很难听的话 下去我就打死了 如果影响不好 就要打死工作人员 旁边的费玉清都快要笑死 罗佩颖作风大胆 刚好适合当时的秀场文化 我是单身贵族 我还没嫁人 我哪里在你家里 谁敢打我 罗佩颖一口破台语 刚好跟诸歌亮一搭一唱 效果十足 而且当时罗佩颖是新人 在台上竟然不怕秀场天王 罗佩颖怎么开玩笑 诸歌亮都不会生气 如今网友看到这段画面 发现贺一航 诸歌亮 罗佩颖 三人已经到了天上 同台的画面 现在一成绝想 曾经公然拒绝电视台高层的潜规则 罗佩颖虽然作风开放 但是绝不乱来 东区罗姐的霸气将涌存 大家的心中 东旺权月中音在台北报道